再晴朗的一天珠 大家好 我是港珠 這一節的英國新聞 快訊會跟大家說一說 工黨在英國的國會補選裡面 大聲取得多一席的議席 這一次是很有標誌性的作用 因為這個補選議席是來自蘇格蘭的 可以揭示到工黨似乎可以扭轉到 他們在蘇格蘭的弱勢 甚至可以有一個預示 說不定有機會增加了他們 在下屆的全國大選入主 這個國會成為最大黨的可能性 是增加了 有可能工黨會重新執政 所以即使你不是蘇格蘭人 你不是住在蘇格蘭這個地方 都值得留意這宗新聞 先講講整個新聞的背景 這次是一次補選 蘇格蘭那裡的一個國會議席 不是蘇格蘭議會 而是整個英國的國會 即西敏寺的國會下議院 英國下議院 是有個席位要補選 這個席位是源自蘇格蘭的一個選區 一般來說 大家都不是這麼看好工黨 為什麼這麼說 工黨其實以前在蘇格蘭的聲勢很浩大 例如蘇格蘭當地的議會 其實是可以這麼說 在2007年 有沒有記錯的話 之前都是由工黨和另一個政黨 聯合執政蘇格蘭的地方議會 因為大家知道 是一個Devolved Administration 所以那裡有自己的議會 有些事情是由他們的議會自行決定的 但是在2007年之後 就變了現在這個蘇格蘭民族黨 或者蘇格蘭國家黨 有些譯法就是SNP 是去到執政的 工黨在蘇格蘭的勢力 是弱了很多的 除此以外 剛才說的就是蘇格蘭當地議會 在英國全英國的下議院情況如何 有些席位當然也是源自蘇格蘭的 以前在很多很多年前 大約是2010年之前 其實每一屆的大選 大致上蘇格蘭那邊的 源自蘇格蘭那邊的工黨的國會議員 即英國下議院議員 都有三十多四十個 簡單來說 單單蘇格蘭已經貢獻給工黨 在全英國的下議院 達到三十多四十個席位 令到他們更加有影響力 但是竟然在一零年之後 大幅度縮減了幾個位 甚至現在 最近這次 2019年的全英國的大選 在國會下議院裡面 只有一個席位 工黨只有一個席位 是來自蘇格蘭的 其他都是來自其他地方 即英格蘭 威爾斯那些 真的只有一個是蘇格蘭的 難怪我看到另外的傳媒評論的時候 就說 在以前 很多年前 有些人會笑 就是說 保守黨的國議員 在來自蘇格蘭的普通國議員 珍貴得好像紅貓 蘇格蘭的紅貓 蘇格蘭沒有什麼紅貓 即是很少 而同樣地 後來這件事適用於工黨 因為工黨到現在 這一刻 在蘇格蘇格蘭的當地議會 只有兩個席位 而這次 因為補選 加多一個 只不過是讓全英國下院 只有兩個來自蘇格蘭工黨的席位 可見 蘇格蘭在近十多年 已經不再能夠為工黨 提供到很大的政治本錢 他們不能夠通過蘇格蘭 得到很多助力 影響整個英國的政界 但這次 為什麼很多人認為 是一個震驚的變化 原來 就是那個變化 得票率的增長很大 如果我們看一些數據 這個就是 如果大家在看影片版 就是比較型 19年大選在同一個選區的時候 各個政黨的得票率 和現在這次補選 剛剛昨天發生的補選 那個得票率的比較 大家可以看到 蘇格蘭執政的SNP 得票率是44.2 跌到27.6 是跌了很多 保守黨也是有15 跌到3.9 但是 工黨的進帳就厲害了 19年大選的時候 這個選區 只得到34.5個百分點的支持率 都不差 其實都是排第二 輸給SNP 這次 一跳跳了超過20個百分點 去到58.6個百分點 首先就是很誇張 過半數 這個是很難的 因為這麼多政黨一起爭 要過半數是很難的 而且 這次是超過20個百分點 是領先這個SNP的 就是可以贏 但是margin很闊 贏了超過20個百分點 難怪 工黨的跌真是開了香檳 是真的有開香檳的 每個人都笑得見眼不見眼 除了蘇格爾 當地工黨的領袖之外 整個 我們說英國工黨的領袖 Keyer Steimer 都去到當地 去到慶祝 很開心 這個人有什麼啟示 為什麼他們這麼振奮 其實好像剛才所說 是會影響到全英國的政界 甚至有機會是增加了工黨 入主唐寧街10號首相府的機會 為何這麼說 好像剛才所說 以前 在10年以前 幾乎每一屆的國會 都有30-40個 蘇格蘭工黨的議席 即是說 有很多馬仔 可以這麼說 人強馬狀 因為英國是國會制 如果你在國會裡面 擁有多數 就可以執政 但最近現在只剩下一個 對 多一個 只剩下兩個 但如果我們根據這個票數比例 假設工黨可以複製這個票數比例 即是 可能四成幾到五成幾這些 不一定去到五十八點幾 可能去到四五成 有機會是可以重複當日的光彩 可能30個 40個 的國會議員 是來自蘇格蘭都說不定的 就令到工黨 是佔有 這個多數的機會 大增 因為大家試想一下 現在工黨 是國會的第二大黨 但是在蘇格蘭只有一個席位 如果蘇格蘭忽然多了三十幾四十有 那是不是就是說 工黨是人強馬狀了很多呢 那有機會 或者更加大機會 可以在下屆的英國下議院 就是全英國國會 是有機會得到 這個多數的議席 這個就是為什麼 他們會這麼振奮 有機會去入處 這個唐廷加十號 似乎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工黨的領袖 已經坐定粒綠了 真的笑得見眼不見眼 但我們當然要想一下 是否真的可以維持 這個 勝選的優勢 因為還有一年左右 應該就會大選 有沒有希望 我們這樣看 這次為什麼工黨會在蘇格蘭這個補選贏 其實工黨為什麼會衰呢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衰落 可以這麼說 就是因為他們是反對蘇格蘭獨立的 雖然其他保守黨 都是反對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令到蘇格蘭的選民心目中 是不喜歡工黨 所以工黨現在在蘇格蘭有這麼嚴重 所以工黨現在萎縮得這麼嚴重 在蘇格蘭有原因 他們給了一個代價 因為他們反對蘇格蘭獨立 但是這次他們很聰明 這次他們選舉 是嘗試一下策略 避開這個話題 是不說這個獨立與否的問題 他們主要是針對一件事 或者兩件事 就是 A又不行 B又不行 就是簡單來說 就是執政的蘇格蘭民族黨 SMP又不行 保守黨又不行 簡單來說 就是因為人家做得差 而且他們是拿了人家 怎麼做得差 在強調大家不應該再支持這兩個黨 支持我 支持我們工黨 明天會更好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策略 例如怎麼做呢 他們嘗試用一些政策上的事情 去評擊這個SMP 就是說現在執政黨是做得不好 事事後變天了 例如什麼呢 原來是當地的SMP 其實是容許地方的Council 去加Council Tax 當然令很多蘇格人不開心 第二就是原來是準備 引入這個 Congestion Charge 就是說 去到進入佳斯哥 其實是有機會 有一個繁忙的道路收費 這個 又是會捉路了很多人 不過By the way 其實 Labor 自己在倫敦 倫敦的市長是工黨人 是搞這個 又贊成Congestion Charge 但是 他們又不知為何成功 是令到人們 集中於他們去攻擊這個 執政SMP 他們是搞這個 道路收費 繁忙道路收費 反而沒有人記得 其實他們在倫敦 都是支持這件事 另外 他們也是抨擊 這個SMP 去想 有個可能性 是會增加入息稅 這些呢 簡單來說就是 因為SMP的施政 令到當地人不滿 工黨 就趁著這個 城區而入 就說不行 你們不要再支持SMP 因為SMP是不行的 而至於 保守黨這邊 更加不用說 很明顯就是 保守黨全國上 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 簡單來說 過去這麼多次的 最近一兩年的補選 無論是在 英格蘭的哪一道 也好 即是北中南也好 其實很多的補選 保守黨 都是直接敗退 輸越來越輸越多位 由此可見 其實 這次工黨 可以說是 在競選擇上 是成功的 他們是 以別人的短 來變成自己的長 即別人的短處 並不是自己的長處 簡單來說 因為人家做得太差 投我們 我們承諾 我們不像他們 其實這樣研究 因為人家做得太差 好像有些人經常這樣說 就是 保守黨怎麼執政 不是因為好想做得多好 因為工黨太難 現在工黨 用回同一招 他們自己可能 都已經深刻反省過 面壁師 用回同一招 就是 S&P和保守黨做得不好 我工黨不用很好 但是他們做得差 你選我吧 我已經在蘭蘋果 變成一個最好的選擇 這個似乎就是 工黨勝選的原因 講到尾究竟 這個會不會是 真的可以告訴我們 工黨是可以 因為這樣而上台 都是言之上早 我們講了全英國的下議院 因為 現在這次補選 如果全國 所有競選機器 發動為全國的大選 情況就一定完全不同 到時 這麼多的選區 就會有地方的議題 也會有全國性的議題 一起拿出來講 而且也是鬥大家的競選策略 而且還有大約一年 有時間才去競選 有機會是明年秋天 才做大選 不一定要提早大選 大家相信 保守黨未必會提早大選 所以 如果在明年 年尾才做大選 其實還有很多時間 被保守黨鋪路 這次SNP輸了 也有很多時間 被SNP反省一下 令到他們面壁思過 如何去解決 他們面臨的支持率流失的問題 所以 政治的一日都嫌多 我們不可以說一定 有機會工黨會贏 但暫時看來 工黨的勢力 越來越強 以為大家分析了 今次蘇格蘭的補選結果 如何有機會影響到 全英國下議院來的選情 我跟大家分析了這件事 記得CLSS 留言、讚好、訂閱和分享 除了Youtube之外 我的影片 在Patreon上 是會發佈的 全部都是沒有廣告 而且是優先 比Youtube更早 歡迎大家上去訂閱 連結放在今集簡介 多謝大家收聽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